菜炒到一半大火突然烧了起来 火势集中在锅子上方的抽油烟机越烧越猛 厨师们放下锅铲吓得赶紧去找灭火器 尝试要把火势扑灭 消防队员也赶到现场加入救援 因为大火沿着排烟管延烧到户外 只好用水柱喷洒排烟口集中降温 但厨房内已经全被烧毁 火灾阁TS施工人员正在把烧毁的排油烟机拆下 准备换新 厨房内早会被烧成一片焦黑 起火的弹仔面是士林当地名店 生意非常好 13号中午发生火警 预警体验两周损失超过60万元 当时疑似排烟管上油渍累积 触碰到火苗不慎引发火警 但附近邻居指控会起火不是没原因 用餐的尖锋时间 其实那个油烟味就是还蛮让人困扰的 环保署次有回复 就是说他们已经有来积差有来出力了 但是没想到一周后却发生了火灾 而且还是当初检举的错有烟机 日前就曾拍下店家排烟管线 是朝着大马路上排气 阵阵白烟都是从这个小孔飘出来 这排烟管问题上周才被检举 环保单位记者还回复 表示店家有用静电室油烟处理设备 没飘散污染 已经劝导业者加强保养 没想到几天后就发生火警 12万分的抱歉 真的是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也跟这个设备的 厨房设备的公司也是谈过的 要做加强 趁着机会 起火的蛋仔面业者在镜头前 要向邻居们诚心道歉 强调平时厨房内外都有确实清洁 但也坦诚排烟管油渍清理 的确有疏忽 老板承诺会更换更安全的排烟处理设备 避免再有油烟扰迷的情况出现 毕竟做生意希望敦清牧林 愿意配合沟通协调 不想因此惹出民怨 TVBS新闻文化里很快 太宝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